先生 你把我的收子連都撕下去了 蛤? 你把我的收子連都撕下去了 聽起來啊 開一個電章 小姐不要挑戰我的期限 這怎麼是挑戰期限 這是該做的 你是火星最好注意一下 不是我是什麼 小姐我現在告訴你 我是下班的 我跟你XX一樣叫普通人 他沒有給我收 收給你收子連沒關係 收集才是重點 你們不要再搞錯東西了 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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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XX 你早上整個的火大猴 那想怎樣 我用錢好了 欸 欸 你XXX 好啦 每顆看第二口氣是不是 這大口氣是怎樣 好好講話不會啦 你在罵我一次 我在罵你一次 那你想怎樣 來 請問一下你想怎樣 要我90度舉高 我跪下立場給你 看我到道具了是嗎 小姐我是什麼態度 你是什麼態度 你是什麼態度 你自己想搞這種狀況 你在那邊問我什麼東西 我繳信用卡繳費 我拿到櫃台繳費 繳了之後 我就離開 離開我覺得走在路上 我覺得好像少了一個動作 沒有收支簾給我 也沒有蓋章 然後我就回家 拿了我上一次繳費的單據 核對一下 確實是少了收支簾 那我就回來麻煩店員 把我的收支簾 印上去 順便再蓋一個章 他就跟我用吼了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很不好的 那個演藝動作出來 讓我心生畏懼 我是好好在櫃台跟他說 我是用單字 我是用放在櫃台上 我說先生你沒有給我收支簾 麻煩你把收支簾 蓋一個章釘在上面 他就變成是那種暴怒的動作出來 讓我們等於說在場的客人都嚇到了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小姐跟我說 他說他也經常碰到 這位店員是這種動作 曾經碰過這位 我沒有碰過 是另外一個小姐跟我反應 在店門口跟我反應說 他也碰過好幾次 他也很害怕 這樣 叫他人 他也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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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被抓到 所以是經常碰過 他也很害怕 他也不是他 跟他說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太多 跟我說他